成龍今年可說是客氣前身 繼今年在福布斯中國名人榜中排名插水 差跌出八大後 日前又盛傳他陷財困 上個月成龍在北京東城區拉格尚苑的過萬呎豪宅 就被發現將在今個月底被法院拍賣 市值約1億人民幣,起泊價為7,190萬人民幣 日前有內情爆出 指這個豪宅在2006年原本售價3,360萬人民幣 成龍當時擔任這個建築方案的形象代言人 以2,060萬人民幣代言酬勞作抵銷 只需要另外給1,300萬人民幣購買 但當時建築商私下與成龍協商 擔心交易金額太低 拍數字曝光後 外界會不看好這個樓盤 所以希望他不要進行過戶 而成龍也答應了 但至今已十多年未辦妥過戶手續 而建築商現在倒閉賣 現時市值超過1.1億港幣的豪宅年代被拍賣 成龍怕樓財兩失損失過億 所以已就此提出訴訟 並用當初大家的交易合約 證明房屋屬於成龍所擁有 等一下,房屋紛紛聲望 我明瞭為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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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聽音樂